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灵人天眼看见这五个国家最安全 一起来听 纵观古今 瘟疫感染人数一直在增长 影响了经济 交通 给人们的生活已经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 有一户人家因为瘟疫的影响而被封在家里一百多天 心情遭受到了伤害 而远在天边的同事给他点了一束花 店员因为交通不便便徒步两个小时送给了他 还有韩国踩踏事件 一百五十四人遇难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焦虑 恐慌充斥在这个世界中 为此 有预言家说 世界大劫倒计时 只有这五个国家最安全 一 三战爆发后 五个国家最安全 二战结束后 民众渴望和平的愿望十分强烈 各国也为避免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做出努力 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 联合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 美国和苏联在战争结束后 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 以双方对抗为焦点的冷战时代 就此开启 尽管两国在诸多领域展开较量 一度陷入核战边缘 但最终避免世界性战争的爆发 苏联解体宣告着冷战的结束 世界由此迈向和平与发展的多极化时代 尽管经济全球化与和平发展 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但局部地区的战争和冲突仍未停止 中东地区的多个国家 依然深受战争的困扰 如今 瘟疫的大流行 以及能源危机的爆发 使得世界各国陷入较为封闭的状态 在经济下行 与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背景下 各国的矛盾冲突更为频繁且激烈 人处于紧张状态的俄乌边境冲突 是当前国际关系的缩影 美国与俄罗斯的较量也越发激烈 美国政客甚至表示 如有必要 美国应对俄罗斯发起核打击 国际社会对爆发战争的担忧 也越来越明显 在矛盾冲突不断累积的情况下 甚至有人推测 第三次世界大战或将爆发 而对普通民众而言 找寻一个最为安全的避难之所 成为重中之重 英国媒体给出一份名单 以备不时之需 按照常规理论 军事实力较为强大的俄罗斯 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事实却并非如此 英国媒体认为 瑞士、芬兰、列治敦士登、冰岛以及智利 将成为战争爆发后 最为安全的五个国家 其中瑞士和芬兰 为永久中立国 即使战争爆发 也不会受到战火侵扰 列治敦士登是双重陆帝国 国土面积狭小 甚至没有常备军队 关税事务交由瑞士管辖 既然瑞士是永久中立国 列治敦士登也就相对安全 冰岛和智利都有广阔的海洋作为屏障 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有限 同样也是安全的选择 英国也对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 没能入选做出解释 如果世界大战爆发 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 为维护自己的利益 不得不被卷入战局 另外 俄罗斯以及中国 周边邻国众多 矛盾摩擦也更大 战争爆发后 想要独善其身的可能性并不大 英国媒体列举出的五个国家 在国际关系上处于中立地位 大多位于自然环境条件不佳的北欧地区 除愉悦资源丰富外 并没有战争所需的能源资源 没有利益冲突也就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的国家 被战争波及的可能性就更小 话虽如此 比利时和卢森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是中立国 但仍被德国的战火波及 最终导致中立国地位被废除 由此可见 中立国地位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免死金牌 世界各国理应尽力维护世界和平 想到这里不由地想起了 佛总说 善良的人会有着好报 可以看到如今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遭受到了灾难 这是为什么呢 二 大劫之下 为何不见菩萨救人 首先 我们大家应该了解 佛菩萨不是万能的 他有四不能 一是因果定律不能改 世间万物发生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都是因为业力的牵引 素世的习性和合而成 你的一切 在因果定律的小本本上 已经写好了剧本 娑婆世界充满苦难和遗憾 福获相依 人生不如一事 十之八九 都在感慨命运的不公 却不知道 现实就是命运最好的安排 佛菩萨很伟大 也很慈悲 但他不可能违背因果去利益你 帮助你 对你有偏思 就像老师面对你自己考的成绩 老师只能指出你的错误之处 给你指明学习的方向 老师会直接给你修改分数吗 不会的 退一万步说 就是给你修改了成绩 那就表明你会了吗 你或许会因为这次成功来得太容易 而放弃了努力学习 到最后可能才是真的害了你 不管你是否相信 因果定律都是宇宙和生命现象的基本规律 万事万物必定遵律 必定遵循这个基本规律 有什么样的因 就结什么样的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众斗得瓜 说着可笑 但世人却常常做这样的事情 总是希望伤害了别人 别人不会记恨 还要在自己需要的时候帮助自己 这是多么可笑的思想和行为啊 二是智慧不可赐 任何人要开悟 都离不开自身的修行 智慧不是别人可以赐予的 什么是智慧 佛教为超越世俗认识 达到把握真理的能力 这才是智慧 智慧不等同于数理化 它是人们的内心 是对万事万物的一种思考以及感悟 知识可以由老师教会寿 学生也能学会 但智慧却不是靠教而会的 更不可能直接赐予 智慧不可赐 只有从磨难之中得到 要拥有智慧 需要在生活中修行 对万事万物的本质 有自己的独特认识 这一点从佛陀自身 乘到得智慧的过程 就可以看出 佛陀拜访了很多老师 尝试了很多修行的办法 最后还是需要自己 在菩提树下误导成功 三是真法不可说 真理用语言难讲明 只能靠自己实证 《金刚经》中说 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非法 非非法 真理是没办法 用现在的言语 能够说明白的 只有我们具实证 在修行中参悟 现存的佛法 只是指月的手指 走路的拐杖 执着于现在的佛法 不知道与时俱进 灵活应变 只是寻张摘据 就看不到完整的月亮 学不到真正的佛法 四是无缘不度人 无缘之人 他听不尽你说的话 世上有很多人 并不是每个人 此生都与佛有缘 有人看到佛像 心生欢喜 有人看到佛像 心生厌恶 每个人与佛的缘分 是不一样的 对于那些 与佛无缘的人 任凭你口吐莲花 地生金莲 他总能找到 佛陀的缺点 远离佛教的理由 与佛有缘的 机缘一道 自然有佛菩萨 现前度他 他们早早地 就与佛结缘 并对佛深信不疑 向六祖慧能 目不识钉 仅仅听到几句金刚经 便决定千里求法 历经众多磨难 终成一代祖师 现在的你 是过去积德行善之果 也是今生修行 解脱道之本 不去修行的话 就会浪费了 自己的大好人生 岁月不可耗费 要珍惜 现在自己的所有 人的命运 不是天注定 而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不要羡慕 别人的福报 不要埋怨 佛菩萨的偏袒 没有无缘无故的运气 所有的背后 都是有着因与果 人生的智慧 需要自己去体会感悟 其实 整个人类历史 以及任何国家的动乱 不应该只责备 上面少数的领导人物 动乱之所以发生 多半是整个的社会风气 发生了问题 也就是 整个人类社会的道德崩溃所致 一个时代历史的演变 固然少数有力量的人 可以使他转移 但有时候 亦非少数人转移得了 在转移不了时 后世以一个名词 结束来形容它 也就等于说 这种动乱的苦难 是由于全人类 或某一区域的 全体成员的 共同气韵所致 这类大的气韵所趋 并不是少数人 可以挽回的 若要比神通 佛的神通最大 有些事 依其因缘 佛可以神通救世 有些事另有因缘 则需乘愿轮六道 才能有所解决 佛菩萨的神通 是不可思议 他的入胎轮回转世 不畏苦难 嫉妒众生 更是伟大的神通 更不可思议 况且 一个世界的捷运 国家之共业 是要靠大家一起 在行为与意识上 去修正 才能转化 非神通所能奈何 还有个人的业力 学佛者 也要懂得自己承担 从自己 身 心 行为 修起 努力去净化 并非做错了事 犯了罪 便要求佛菩萨特赦 大家都这样 因果何在 因果之力极大 自作自受 解灵还需 寄灵人 菩萨大慈大悲 具大神通威力 但也要你振兴 诚意 修身 恶业自然能 不转而转 总之 学佛并不是说 能够立马消除业障 而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 如果一心求功力 学佛也没有用的 虽然如今 到处灾难频发 瘟疫肆虐 但越是这个时候 我们仍然要坚守信念 方可渡过难关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 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 点个赞 或者留言 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 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 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